29岁,港姐和奥尔刚传出与81岁富豪林建明分手。 如今,26岁的港姐和燕娟已经在筹备和66岁富豪吴志成的婚礼,而南方吴志成的财产保守估计有30亿,两人一起逛街也被网友寻吵就像是爷孙,但是女方却透露想生三个孩子。 香港的港姐一向都是嫁给富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而何燕娟是前港姐,今年仅26岁,在三年前就传出和富豪吴志成恋爱的消息,两人也在去年就已经付出了领证的消息。 今年终于开始筹备婚礼了,下面就让小编来介绍一下,这对爷孙恋,何燕娟是14年的香港小姐继君,成为港姐后就进军TVB,而她也是被大家称为是学历最好的港姐。 因为她毕业于香港大学,她长相出众加上好身材和完美的身材比例,也成为了很多宅满女神,进入演艺圈的她没有太大的起色,演的戏都是一些配角。 比如大家熟知的深宏记,里面的一个没什么尽头的宫女,不过她和66岁富豪的恋情还是有给她带来很多流量的,而66岁的富豪吴志成更是一个不容小吃的角色,吴志成是奥博营运总裁,而且还是赌王和鸿燊最得力的助手,也是最受器重的。 而根据港媒的保守估计,吴志成的身家最少也有30亿,而且还有很多酒庄豪宅,两个人的恋情从公布到现在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的,经常会被人嘲笑。 之前吴志成曾带着小女友和岳母一起玩,出逛街,没想到被记者拍到了,上传到网上之后,更是引来了网友的群嘲,很多网友看了照片,都觉得这三个人看起来, 像是祖孙三代,而有的网友也表示岳母不尴尬吗?看着女儿牵着一个跟爷爷一般大的男友不尴尬吗? 不过不管外人怎么看待,两人还是不离不弃,而且最近也传出了已经在仇大婚礼的消息,而准太太和燕娟看起来也是满面春风,平时的生活不是去世界的某个角落旅游,就是美美的去做发型,参加各种酒会。 她的富豪男友对她也是很大方,刚在一起没多久就已经送了价值1800万的豪宅给她,而且还送了一座酒庄给她,出手十分阔绰,而这位准新娘还表示自己是独生女,长大的过程很孤独,所以打算生三个孩子,还暗示66岁的富豪男友要给力一点,完成她这个愿望, 因为她真的很喜欢小孩子,你怎么看待26岁的港姐要嫁给66岁的富豪呢?你有什么想说的吗?